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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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一个是吸管 线工具 一个就是字体 也是比较常用工具 对吧 上次讲到形状工具 对吧 你们知道怎么画一个形状 最后弄个形状 比如说我弄个形状 对吧 可以就说 怎么讲了 对这里 比如说我弄个什么 然后再弄个什么透明度 对吧 然后就 或者我在这里再打一个什么 啊对 我可能就打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这样子 对 对 我这么放一下 对 当然可能就是一个小夜马什么的 对不对 大概你们幻想一下哈 那一个好 不说那么多 线工具就这样子 嗯 对 你可调那个也是跟形状工具 形状工具一样 呃 点一下就是我那个长度 或者像我这样子点 然后上我这样子点的时候 回去按选择工具 对 然后颜色工具的话 其实呃 后面会跟大家讲 然后就可能是我们这时候上颜色 对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呃 你们这个就工具最好 可能要过几遍 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线工具有什么特别 没有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说画一个 阿克 阿克通 这些都没用 为什么 你用钢笔工具画吧 我觉得因为钢笔工具直接画 然后也是一出 也是一结束 对吧 呃 更更快 更直观 所以说直线工具有什么用啊 对 就这么画一根直线用 没有别的了 因为通常是排版用了啊 然后再下来 字体工具对 字型工具这样子 对 呃 这样子 比如说 呃 我们可以这样子吧 呃 我 我把那个点给拉一下 对 哎 点一下 多点点两下 然后可以这样子 呃 比如说 这个字字型工具了 第一个 我们点一下 打一个字 然后随便随便按下那个选择工具 对吧 然后呢 你这时候看着了 我拉 放到方向 对 你看到 跟着远比例说放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对 会跟着 你看 整个一起变形 对吧 呃 然后再来一下 第二 拉一个宽 然后在里面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版本是这样子一打就很多这个字体 反正我也搞不懂啊 这个你们版本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又不会 那就没问题 反正这个不影响你用 就这么简单啊 那你看这个 哎 你看 对 对 啊 这就一个差别 那上下两种方法是怎么样 这个一点 然后直接打 跟这个一拉个块打 差别在哪 这个是用在标题里面 因为标题经常会改 然后呢 而且 呃 呃 改的改动比较小 而且他通常会就在排版的 比如说 我第一个字像几种 呃 我第一个字比如说 呃 比如说 呃 嗯 这样子 哈喽 对吧 嗯 sorry 哈喽 然后我第一个字 我可能是说我嫌弃他 我想他大一点 然后这个字这样子 哎 对 然后这样子一个小一点 这样子 对吧 然后这样子一个字 然后可能是说我再再放一些别的字 或者再放再放什么的 这样子很多个 那所以说标题通常会第一种方法就是一打一按一下 直接打第二个正文 为什么正文可能是说我说我这肯打一些字 然后我这里又插开再打一些就这样子好 字体工具基本上就这样子啊 然后还有个就这个 然后是这样 对一点对 整个块就会变成字体 看到了吧 啊 因为我这个版本是这样子 当你正常打的话 比如说我下一行对 他就按着你这个形状来了啊 你看到了 那这个这两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横向嘛 那这也就是树向 那这个就圆着一条线来打 对吧 就那么简单 这个就树向的原则线来打 你看 那绝对吧 对吧 然后就基本上就这样子了啊 这个就是一个 那一个怎么说字体工具 基本就这样子 实现工具也讲了还有一个就什么吸管工具 吸管工具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对 比如说我这有个渐变 对吧 啊 渐变工具 你们就 呃 后面会再讲不用急不用急啊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一个渐变工具 当这里哎 这个红色到这一个白色 我好 这其实很多种颜色嘛 你们都懂的 对吧 然后这里再拉个块 哎 好 幻想一下它是一个黑色的块啊 我现在可能是要它整个区域里面的一个颜色啊 回去讲一下这个快捷键T 呃 STUV的T 然后这个吸管工具是I 呃 我我看 我看一下I 在啊 对对在这 因为我是用快捷键的 我就呃 你看你们可能啊 这是后面讲的 你们可能到时候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那个ADOBE 最好就是说把这个给背以对 像PS什么 你们找一下 或者AI什么的都有 其实啊 你们看到对T对吧 刚刚那个图标 对吧 你们去最好去找一下这样子一个东西啊 这个后面教你们做的 会叫比较简单的 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你们最好把快捷键给背一下好 点一下I 然后我可能要这块颜色 哎 好啊 他这个一抽取啊 先点一下物件 再点一下这个 哎 你看到就那个 我他就会把你整个那个什么就是说颜色直接给吸过去 就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这个是外面拿图片 我可能要其中一点 那这块一样相对用没问题 都能共用的 这个是ok的 好 那一个今天讲的就这三个功能有什么问题 对呃 微信加我一下 留呃 给我说一下 或者是说留言给我都可以 好 那一个就谢谢大家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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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